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小時候我就不愛念書 只愛畫圖 所以國中畢業的時候 我一心想要念美工科 因為這個也許是比較接近設計一點 可以朝向我喜歡的這個藝術 或是畫畫的這一條路 那當時我爸爸媽媽跟我講 說 我在台灣做設計是賺不到錢的 我還是偷偷地去報考了美工科 然後也把畢業證書交到學校去 結果我媽媽半夜去校長她家按門鈴 去學校把我畢業證書拿回來 我真的後來不能走這條路 從那一刻開始 我每一時每一刻都在證明 設計在台灣是活得下去的 設計是賺得到錢的 所以我開始 雖然是學的是軟體方面 但是我在參加學校的活動會 當美工主席一路以來進到這個服裝公司做設計 進到紅機學習工業設計 甚至自己創業 在2006年的時候 甚至拿下的當時候的這個 國際的三個金獎 但是我必須要說在那一個 在我人生最頂端的時候 其實我被我原來自己創辦的公司 幾乎被逼迫要離開 我只能說我開始證明 設計真的不能夠當飯吃 我們再看下一個證據 如果我都這麼樣的辛苦 那台灣的設計師 我們來看 每年我們新一代有四千件的作品 我們拿到那麼多的發明獎 每一年有好幾百件 包含申請專利的數量四五萬件 還有我們熟識的 在IF跟Radar的比賽裡面 台灣幾乎是數一數二的得獎冠軍 但是我們真正能夠轉換成為 真正商品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這裡還高估了講這個0.5 事實上可能不到0.2%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的產業 雖然設計對創意有需求 我們的設計師能量也很高 可是我們中間斷鏈 這個有很多的原因是因為 台灣缺乏了一個品牌的舞台 能夠讓設計師有所發揮 所以很多的設計師 他只好硬著頭皮 畢業之後就創業 我們熟識很多的文創品牌 在設計師週裡面看到 好多個品牌 像我現在舉的例子 天晴 像我們所熟識的兩個八月 像我們所知道的這個集思 他們都是設計師 創業做品牌 也做得很有質感 但是相當相當的辛苦 另外有一群人比較幸運一點 因為他雖然是設計師 可是他是屬於家族本身就有事業 像祥業工業他們是做移植的 也得到很多的這個國際大獎的肯定 像Tost 家族本身就是台灣的傳統產業 所以他們進軍到陶瓷的領域 做很多的家用品 像這個Arban Prefer 他們原來的這個家裡就是在做定數機 在這個彰化的大村的地方 那所以他們延續的這個家族的這個事業 在創造另外一個品牌 還有我的好朋友 這個蘇德的宜瑞 他本身是在英國這個練設計 然後回到家裡就接家裡的事業 他們是幸運的 可是在座的設計師 你我不一定這麼幸運 有個爸爸就是做事業 所以可以讓自己家裡的事業讓你延續 甚至一開始就有很好的這個基礎 包含在製造或是資金的上面 所以有些人 一畢業就選擇到企業去就業 像我的好朋友這個彭學智 在宏基當這個總處長 像這個習慣 現在目前在仁保當副總 他原來是在這個菲利普 當時這個設計部門的總監 像檢士林 原來在HTC 我想已經當到了這個台灣的設計師 非常頂尖的地位了 像我的好朋友千瑞 他已經是在這個加世達包含BenQ裡面當設計長 可是他在去年的時候 決定到學校去教書 我們回過頭來看我們台灣究竟怎麼了 為什麼我們出不了像這個蘋果電腦的 這個Jonathan F 為什麼 為什麼被收押 為什麼到學校教書 我們台灣的產業不能夠提供一個很好的舞台 讓他們發揮讓他們得到很好的位置嗎 我們一定出了某些什麼樣的問題 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 其實 當我知道設計不能夠當番次的時候 我回過頭去想 到底台灣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從這個圖裡面可以看到 我們把設計分成了五個階段 有設計0.5的階段 像我剛剛踩到這個洪基去的時候 常常還被叫美工 後來不斷地告訴別人 你要叫我設計師 我不是在做美工的工作 那設計師之後呢 終於台灣逐漸有了這個設計經理的角色 這時候我們稱為那是在設計2.0 設計副總或是所謂的這個設計長 設計總監 這時候我們稱為設計3.0 台灣有很多的設計師 已經到了這個角色 包含我剛剛舉的歷史 他們管的已經不是前面講的這個 這個技法的問題 然後美學跟機能的問題 他們已經是在做組織創新的部分 但是這些都還不夠 因為設計要能夠發揮最大的價值 它必須要再往上進階 到能夠影響這個經營策略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設計4.0 直接進到董事會 當董事長副董事長或是執行長 我們所收拾國際的這些企業 很多都進到這樣的一個領域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比較裡面看到 它負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我們台灣的企業 常常還是在設計2.0以下 我剛剛舉的例子已經是 這個相對的對設計師的地位 有不一樣的認知 但是我們的政府機構呢 常常可能還在設計1.0的階段 我們有這個設計人員的配置 但是我們可能把它當作是一個 它就做造型的人 如果我們是如此的看待設計師的角色 那我覺得我們不可能成為蘋果 而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蘋果 所以沒有這個Jonathan Ibb 是因為我們如此的看待設計 所以在我們看這個國際間 跟台灣之間的差異 在台灣普遍上面它還是低落 而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往上提升到 設計擁有更大的違結 其實相當相當的辛苦 那設計師也同樣的在一個 相對的這個資源的弱勢底下 回過頭來其實我常跟企業問 你認為如果你認為這個 你還是在這個數字的管理上面 你還是強調只有量化的訓練 少得實性的研究 如果你以為設計只是 只是什麼 上菜之前撒一撒胡椒粉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講 它是一個設計文碼 很不幸的我們台灣的產業 很普遍的從政府的機構 跟我們民間的企業 很多仍然是設計文碼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設計 從一個戰術性提升到 是一個戰略性的位置 把它從一個這個機能造型包裝 色彩的這個領域 往上再提升到一個 聚焦在一個商業模式 在創新服務 在消費體驗跟品牌溝通的價值上面 所以對我個人而言 20年的經驗 我終於看到了一些的東西 設計如果要把它變成是一個策略 我們設計師如果要當一個策略的角色 我們必須要看到一個企業的組成 它有相當多機能的面向 包含它的這個資金的部分 包含它管理的部分 包含它的這個趨勢的策略的部分 包含行銷的部分 包含風格的部分 或是這個創新的部分 這個才是一個完整的面向 而我們去看這些品牌公司 包含蘋果這樣的一個品牌公司 基本上面 它們都是一個相對完整的這個六邊形 但是台灣的企業 例如說代工的企業 我們偏向在這個資金 這個管理 當然也有創新 但是在所謂的這個行銷風格等等的 那是他們的缺憾 我們看在二代接班 剛剛看到比各位幸運的 就是這個父親本身就有事業的 他們相對的在資金財務 比我們還幸運 那也有一些管理的這個基礎 所以它為什麼他們的速度跟規模 都會相較的比較快 但是如果是設計師自己創業呢 剛剛我舉例的 你有沒有看到 它偏向只有一件事情 風格美學 其他幾乎都非常的缺乏 其實我已經沉浅了一兩年的時間 很少跟設計師交流 因為我痛定是痛 我覺得如果設計師只懂得跟設計師在一起 設計師創業只會找設計師當股東 那這種我稱為這個叫近親繁殖 我們經常看到近親繁殖 就產生很大的缺陷 所以我避免讓自己成為這樣的一個角色 既然這麼樣的辛苦 到底有沒有什麼捷徑 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設計師可以很快速的取得資源 其實我看到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 新創團隊加入新創團隊 或是你組成一個不同於以往 設計品牌的這種新創團隊 我舉幾個例子 連美國的這個MIT Lab 也把他們的這個Idea 丟到這個Kistarter裡面去募款 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雖然它不是企業 我們也看到台灣 開始有一些設計師結合工程 或是結合製造 他的手上是一個工具 像這個換筆心的鉛筆一樣 他也募到了不少的金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台灣 結合這個硬體的製造 像Sentry的這個例子 他也募到了不少的錢 這是最近還在募款的台大的團隊 他結合了設計師 不信我的設計師被挖角到那裡 然後做出了這一台的這個3D printer 也募到了很高的金額 在台灣的折折 這一個所謂的八輪的滑板 募到的在台灣前所未有的金額 各位看 它已經大概是4000萬台幣 台灣的設計團隊 在台灣的募款網站上面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 不一樣的選擇 是設計師結合了不同領域的人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當他結合的工程端 他也把他的資金的問題 在短時間之內 做一個這個不一樣的可能性 所以這是我看到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也是我正在學習的一種方法 我常在上課的時候 過去學生常問我說 老師獎也被你得了 這些產品也被你設計完了 那我們還要設計什麼 磅秤已經可以讓你設計到放口袋 我告訴他還好人類的需求永無止盡 我們看看這兩段話 預估到2017年 50%的物聯網的解決方案 將是在創業三年內的公司 雖然我們現在看到那麼多墊覆性的產品 但是屬於我們20年來最偉大的產品 到現在還沒有被發明出來 我想各位 這是我們的機會 這是設計師的機會 但是對我而言 不只是看到機會 更是看到我們自己的責任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自己 我的奇想的團隊 沉浅了這一段時間 我在半年前 放棄了所有設計服務的案子 我開始轉換成一個新的創業團隊 我感謝很多人 我剛剛看我的恩人還在做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沒有政府的奧援 只有靠我們自己 還有一些好朋友 還有企業 願意 用了一些的方式 雖然在我們所有的機制裡面 對這個技術股的認定 技術股的課稅 我們的對 台灣對這個專利制裁的 這一個的見價 是極度的不友善的 對創新者對創業者 但是我們用自己的方法 甚至讓有些的企業等同於把錢送給你 你在投資的 這種迴避性的方式去達成 一個讓我轉型成為一個創業型的公司 所以奇想創造 現在目前已經是一個holding 一個控股公司 一個未來擔負創業跟育成的控股公司 我們旗下有一個厨房的品牌 我們旗下有一個這個IoT 做物聯網的品牌 我們的本體也逐漸的形成是一個 以專利制裁能夠授權的公司的體制 那用我們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更進一步的希望各位能夠理解 不只是設計 不要只是設計 不要只是做文創的產業 不要只是這種小確幸的產業 我們必須要有所企圖創一個業 這個業跟蘋果 跟我們台面上面所認識的這些公司 平起平坐 我們必須要創造具有規格的 結合台灣產業 結合台灣的製造的能量 結合我們過去在這個技術跟材料的基底 所形成的一個能夠顛覆 或是能夠影響全世界的產業 設計師 我們必須要重新面對創業 因為創業才是產業的救贖 唯有如此 我才可以收回我那句話 設計不是只有能夠當飯吃 台灣也因為設計而能夠偉大 不管從我們的個人 不管從企業 不管我們的政府 城市 我們的國家 我得了那麼多的獎 其實有非常多的遺憾 這個遺憾是 連我家的門口那個路燈 設計那麼醜我也沒辦法改變 水溝蓋很多女生高跟鞋 卡山那個地方 我們也沒辦法改變 因為我們的整個國家的體制 是不利於設計師生存的 我們並沒有營造一個很好的舞台 政府說要補助用補貼要如何的 其實不需要打造一個好的舞台 給設計師打造一個好的舞台 給創業者不要只是財團 只會炒作房地產 而不願意把錢投入在 這個新創的團隊上面 我們的美學教育不需要規範他們高中以前 要去故宮幾次 我們好好的營造我們的環境 讓它是一個美麗優雅 能有品味的地方 我們的下一代 就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就孕育他們對美學的體驗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 我想設計真的不是只能夠當飯吃 我們因為這樣 台灣也因為這樣子 因為設計的力量 而我們成為一個偉大的城市 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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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